大家好 很开心来到联营这里 跟大家分享我们清拆住家的小秘密 或者是需要注意的事项 我本人从事清拆工程已经超过20年了 所以很开心跟大家分享过往的经验 首先很多人普遍都会觉得 这个拆东西很容易 很简单 不需要很高的技巧 但其实这个都是坊间的迷思 因为你需要做一份工 其实都需要它内面有很多不同的东西 譬如如果我们做错事 其实它的后果可以可大可小 例如会做什么呢 会引致到一个爆水喉 爆咸水喉 或者工人会容易触电 从而安全意识不够 都会引致它的工商 所以我们一般清拆师傅 里面我们的行业都会要求他 有据给这个五年以上的清拆年支 才叫一个可以很好的师傅 我们很放心地交给他做的 其实呢 例如刚才会说爆咸水 例如一爆咸水 其实有时会有一个意外 为什么有时爆咸水后的意外呢 有时候咸水又经过上一手的装修之后 它藏在里面的时候 可能清拆师傅有时看不到的时候 不够经验的时候很容易就会爆咸水 就会令到它爆咸水 或者是日久失修 当我们重新去生咸水制 它都很容易出事会滴水 或者爆咸水喉 另外呢 有些会有点意外的就是 会打穿水喉 因为有时水喉 多数都是埋在地底 或者是长生被瓦砖遮住了 所以师傅不够经验或者什么时候 很容易就会打倒了 而另外呢 如果有时清拆不够经验的时候 那些电 一般有时住家 我们讲的 它有时可能不需要电力重做的话 它不小心的话 就很容易会把电子打铸 例如如果放在地下的话 打铸地头的时候 它就会很容易打穿 因为有时我们电 在地下的时候 电灯后会藏在地下 所以当它藏在地上的时候 你去建它 打它的时候 会很容易打穿 那一打穿 到时会做回工夫 人工都很贵 这个就需要留意 还有如果师傅 他们会觉得 可能那些业主 会觉得打地盘的时候 为何打地下会不干净 为何打架 好像师傅你们打完 就好像很随便 其实就不是的 因为有时我们打坐的时候 它基于原本那些水泥 因为那些面 可能会加到一些櫻泥堡 俗精水泥添加剂 会令到它本身的硬度加强 还会令到櫻泥油 那些黏在原本的楼面 石屎面那里 就很难把它分离出来 还有如果我们要注意的 师傅 可能在拆墙的时候 你不要看拆墙 看到别人挥枝棍 其实好像很简单 其实真的要干油并滞 还有要看不同的墙生高度 我们从而制定如何拆墙 因为有时有些墙生 它会很近玻璃 或者两间房间间的间隔 很容易有玻璃 或者枪头云石 在那时 师傅如果它太大力 就很容易将那些砖头 碎石 或者淡花玻璃 或者淡花云石 所以这也是一些问题 还有我们可以研究一下 探讨一下 新旧楼之间有什么分别 或者清拆的时候 有什么会注意到 或者有些有趣的东西 其实我们如果说旧楼 很容易出现的是什么问题 就是譬如旧楼的墙生 或者阵位 本身已经老化了 就会出现裂纹 因为为什么会这样裂纹 就是以前那些樱泥沙 硬度黏力没有那么好 当它去做的时候 经过这么多年 几十年的侵蚀之后 那些樱泥沙没有那么好 那时 从而令到楼有列纹 或者是长生的砖尘之间 它收水会有列纹 那些砖尘之间 再加上以前 旧楼的时候 它们就没有那个防水层 因为厕所没有防水层 以前物料没有 现在的西卡或者英泥堡 它导致到它的防水层没有 就容易滲流到下面那层 就导致到漏水 当我们去做清拆的时候 就很容易被人归咎 为什么你们一做装修 下面就会有列纹 或者会撲 或者会跌石屎下来 通常都是旧楼 那些工人去清拆地台 因为新来一般 现在就有两种地台 一部是複合板地台 一部是地台板 一部是可能已经铺了瓷瓷瓷地台 当业主想跟换瓷瓷地台的时候 他们就需要去打造旧的瓷瓷 但是这个机率不多 但是会啥啥啥 就不知为什么会啥到 楼下的业主想来投诉 喂 你的师傅 为什么会坑穿了天花板呢 原来会这样的 但是呢 其实是不是真的师傅 那么大力可以坑穿天花板呢 其实就不是的 因为我们都试过这样的案例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就是好像我们之前 在大埔一个新楼屋院做过的 刚刚他 我们可以在楼下的单位 望上去的时候 就会看到这里有个洞 那么业主就投诉管理署 就说我们为什么会弄到一个洞出来呢 那是不是工人 那些清拆工具 大力太大打穿了楼板 他就很担心了 那么其实呢 那当我们去到现场的时候 就发觉哦 其实都不是的 因为我们去到当天 就去到现场 我在上面的时候 就看到这个位置 就有个洞 是被一些英泥沙吞起了的 这个就是 其实他们当时 就是新楼完成了铺瓦的时候 他们已经埋在那里 那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洞 在那里呢 就是我们觉得 就是有一个成因 就是因为新楼 他们可能 因为香港现在做的那些二制件 都是一件件掉下去的 他可能用来做这个 钓着楼板下去的用途 或者是有些管道 或者是传送其他用途 所以呢 就并不是工人打得穿的 因为它里面 还有包住那些胶壳里面 但是很不幸的是 当它胶纳的时候 工人去修辑这个洞的时候 那个洞就比较草湿一些 所以灌张灌得不够的时候 或者没有处理得好 就会变成刚才那样的状况 会令到别人业主就误会了 是否那些清拆工人真的那么厉害 可以打穿在楼下 这就是我们平时分享 我们在清拆过程之中 会遇到的问题 还有一个都要小心的问题 就是拆那些旧楼 那些长生的时候 工人真的不够经验 很容易就会发生意外 譬如 为何我们现在香港 那么多小型工程要规范化呢 就是因为以前曾经有些工人 就去拆那个旧楼的时候 因为旧楼它用的主力乘宠墙 是用红砖 工人去拆的时候 不知道 当了是普通砖墙 它拆的时候 就引致到意外发生了 大家都不想看到 所以这个时候 就要小心些去处理 那些旧楼 特别是那些好战前堂楼 都有这些小知识 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刚才补充一点 就是关于住家方面 我们一般住家 我们叫做全拆 就是整个单位全做 拆掉所有东西 全做 这个情况是相对容易一点的 水、电 我们都重组的话 师傅就不用那么担心 怕刺穿它 因为有后面有水电 师傅跟手尾 就不用担心 至于这个 如果它是局部性做的话 假设它的厕所要重做 不过它水喉不做 这个时候 就会有些问题出现 就是要很小心去处理 那些埋在地下的水喉 尤其是一些 旧式做法有棋缸的话 即是石屎棋缸那些 它通常都有两条水喉在 或者是地下 或者是地头 都有一条水喉在 师傅做的时候 要特别小心 因为要慢慢去挖出来 没得快 但是你始终埋在地下 你很容易都会 不觉意都会 中到一个 或者两个洞 这个时候可能 业主就要留意 可能都要 给些些压外的 废荣去 给水电工去修补 那个洞 这个是会小心一点的 或者是一个 如果它本身 不是一个漏水的方案之下 如果不移动地台 最好的情况之下 就起了一股牙它 就变成了业主想 工夫就省一点 又可以换到瓷砖 这个就是一个折冲的做法 至于如果说 只是改个厅 厨房、厕所 我不移动的了 我房都想做一些装修 做一些地台的话 那会怎样呢 因为一般性 我们香港做法 就是水喉、灯喉 就会经过大部份是厨房 小单位那些 就会经过电制总商 一路派出来房那里 厅那里先走厅 从地上来说 它是有瓷砖网的 周围走的 当你去打坐 尤其是瓷砖地台的时候 师傅打坐的时候 很容易中得到 会很容易打得到 一些电线喉的那些 因为如果不过去打中了 其实水电去 电工师傅去跟回 那些都是要留意的费用 当然师傅就会知道 那么多年他们都知道 大概是怎样走的 不过始终有时候 每个电工以前上一手 做的手法各个不同 或者经过日子的加改 那时 它的灯喉有机会 在地上挫乱了 也不出奇 所以有时候 这个就要 如果业主有小改动 小改动的时候 就需要留意一下 这儿 就可能跟师傅 装师傅 沟通得清楚一点 以免师傅 为何你要收我 这个加改水电的费用 这个就是在这样的问题之下 会出现的 因为始终你盖住了一套 师傅都用工具去查 那些都要打到附近的位置 他才能看到的 还有这个 当然要细致一点去做 工人的时间慢了 所以清拆成本 当然就会高多一点 另外我再分享一下 另外一个就是保护 可能有些朋友都未必知道 是什么叫我们装修界 叫保护 即是在你做工程 在家装修之前 做那个保护 什么叫保护呢 譬如很简单 我们在家裏外面的 电梯、走廊保护 甚至是铁闸 或者是下面电梯大堂的Lobby 管理署有时会要求你做保护 如果没有 我们正常的装修 应该现在都会和客户做了保护 因为始终装修期间 很多物料出出入入 对地面的保护性好一点 大家都相对安心一点 这个就是保护 屋外面 屋内都有些保护要做 通常假设 如果家装业主各方面 有些东西要留下 譬如如果他想枪台云石不做 我们又会说到要做保护 我们用坊间多数用中风板 就会裁展成适合的形状 是符合枪台形状 接着和它吸收 让它在装修期间 就不要被物料弄髒了 或者碰到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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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撞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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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给其他同事知道 这件石是保留的 所以要压外小心去处理 或者是譬如 我们通常会保留最多的是什么呢 就是对港机 对港机通常都会保留 因为对港机 业主通常都不会换 所以这个要跟装拖师傅 开工前事先沟通 先把它包好 保护好 或者是有其他不同的 可能业主也有想 一些家电 或者其他东西想保护 可以用中空板去保护 或者其他不同的物料 去做一个保护性强一点都可以 这个就是一个 我们一般在住家内 会做到的装修保护 好了 还有另外 有少少想分享 就是想分享一下 现在都很多人会说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石棉芽 究竟石棉芽是怎样的呢 其实一般石棉芽 有些人觉得 就这样拆都没问题 我拆掉它便可以 又是那句话 你偷偷摸摸 没有人见到的 政府查不到的 那便没有出事 但是当被政府查得到的时候 或者环保署的人 那些有关人员 看到的话 其实都会对你进行票控 最高罚款都 应该没有记住 都差不多前20万 还有要将你的工作的地方 封了它 再找其他合资家人 去检查 不收下 都会妖仗一段时间 至于我们平时坊间 会怎样做呢 在一个合法的情况之下 我们首先会 从事这个相关部门的同事 就会上去看看 你那个是否真的石棉芽 以及法案有多少 之后就会 作出报价 报价之后会做些什么呢 首先会搭棚 这个棚搭完之后 做一个密封 去处理石棉芽之用 所以棚比一般搭棚的高度 会再高些 最多1米1 因为它到时 可以做一个合法的清拆石棉芽公司 他们会穿上整套保护装备 会封所有的门口 不要让一些不同的人进来 因为拆石棉的时候 会产生那些石棉的份益 如果人吸入肺部的时候 是不能出来的 所以是不让人进去的 一般人都在清拆石棉期间 是不让进去的 只有照着保护衣物的人员 才可以进去的 而当它拆完之下 它还要送到政府科研所 和法院所那边讲这个石棉 有很多手组要做 而当中最 特得最久的是什么呢 就是申请石棉芽的时候 是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去申请的 要提前一个月去做的 换言之 如果你想拆石棉的话 你是要提前差不多 一个半至两个月的时间 才可以预计它整个工程去完成的 还有就是 当然一定要是合法人去申请 它预备环保署的套路 和和政府申请各种东西 所以当地方费用会多了 但是对业主 对各方面的保障是多很多的 还有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你住得安全舒适 我的分享就是这么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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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